各位大家好,我是高雄科技大學行業管理研究所楊玉石老師 今天只要介紹第三章超大型傳播的登場與影響 受課的大綱主要包括第一個就是超大型傳播的定義 第二是有關於輝傳的主要類型 第三是超大型傳播的一個趨勢 然後第四有關於超大型傳播的優點 第五是超大型傳播對護衛碼頭的影響 第六是超大型傳播衝擊護衛碼頭的一個解決方案 我們都知道超大型傳播的趨勢越來越厲害 就像1998年的時候NAS最大傳是4000TU 可是現在傳移到24000TU 所以幾乎是6倍的情況 那我們知道一般對海運來講 一般對海運來講 90%都是海運來運送的 那全球大概目前來說 大概有將近5萬艘傳播在航行 那當然我們知道傳播大型的話 第一個就是對運送人來說 它可以減少成本 在達到什麼cost down 當然還有就是它可以降低很多運輸的成本 那當然促進對於國際貿易量來講 是有這樣的幫助 但是同時 對於碼頭來講也是衝擊很大的 因為你要讓這麼大傳播來停靠的時候 你的基礎設施、裝置設施都upgrade 所以呢這個是我們這個章節所談的一個議題 這個是一個簡單的概念 一般我們在談磁水的時候 就會看到說 我們叫lowline lowline的時候就是談說 它的一個磁水深 就是我們講 有時候涼水一磁 就是越重船它磁水越往上跑 那當然每個季節都有它的一個 它的一個載重的安全盾數 比如說像tf代表是熱帶 淡水的載重盾 f代表是夏季的淡水載重盾 t呢是代表熱帶的一個載重線 然後s呢代表是夏季的一個載重線 那w是代表是冬季的 wma呢是代表冬季北大西洋載重線 所以每個區域 因為它季節它的載重線的情況不一樣 那當然對傳播來講 Glowstern代表是總盾 Neptun是講進盾位 那dead-weightun一般講 載貨的時候常用比較多 所以要載重盾 然後還有也涉及到傳播的排水等等 那這個是有關於就是一般傳播的時候 我們叫stem 傳手叫stem 然後當然對傳播來說 都會有這個龍骨 所以一般我們在做那個造船的時候呢 第一個是經常聽到就是安放龍骨 那當然還有叫做Four Part Mixed Part 還有就是After Part 的部分有就是分為前 船的前部、中部、後部 那船殼叫Hold 那對於傳播來講 就是它左靠的手經常聽到叫Port Sight 就是我們左線 那右線就是Double Sight 然後這是一個傳手Board 然後就是Quarter 就是我們講傳位的部分 那第二部分 那第二部分是有關於團 到有關於護衛船的比較類型 其實 從小到大 就是包括small feeder 大概就是我們講集貨船 比較小集貨船 大概是到1000TU左右 那一般在亞洲的話 很多船都是比較小 比如說從日本、韓國到東南亞的話 大概都是1400TU到2100或2800TU左右 那Feeder Max是201到3000TU Panamax 一般我們護衛船的話 就因為很多護衛船要經過Panama運河 所以很多的命名都用所謂的Panama為主 包括它的Gantry Crane也是這樣說的 Panamax大概是3001到5100TU 那Post-Panamax的話 大概51001到所謂的1萬TU左右 那新的Panamax或是我們叫New-Panamax 到1萬到1萬4 那目前來講 亞洲到所謂的北美西岸 基本上就是1萬TU到1萬4000TU左右 那到東岸大概1萬2千TU 那最主要是因為Panamax的水深射線的關係 然後另外一個叫Ultra Large Container Vessel 叫Ultra Large Container Vessel 大概1萬4千TU以上 那當然我們知道 這個大部分走歐洲線 歐洲線大概就是1萬4 1萬5 然後到2萬4千TU 那當然未來有可能再大到3萬TU左右 那這是一個例子的 就是過去的中海 當然現在中海已經被Costco把它變掉了 就是說以中海的Case來看 這個燒船的情況怎麼樣 然後當然我們來看一下 大概1萬9千TU左右 那載動噸的話到184605噸 總噸是187541 然後航行15度16階 然後船長大概400 那當然現在很多的1萬TU以上的話 大分是400多 然後船寬數是8.6 船高大概73 船也是28人 船架是1.75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表裡面看到這個數字的內容 當然這種比較大的船 基本上就是它主要找的是 從亞洲到歐洲航線 所以因為這樣才能容納這麼大的船 而且沿岸都有很多停靠的碼頭 才能支撐它的貨量這麼多這樣子 那當然這個船型來講就是 因為每個船型一直在做改變的動作 好 比如過去的船頓數是這麼多的趨勢 可是越到後面的時候 船頓等於說整個在訂購這個船舶的話 變得越來越少 因為最少是船舶大型化的關係 很多小船都消失掉了 這個右邊的部分就是孔過去的小船 剛才也說過 在1998年的時候 其實當時最大船是4000TU 可是慢慢的現在已經到了24000TU 就是在2021年左右達到24000TU 那未來會不會再到3萬TU 我相信可以期待的 那這個是24000TU 是在2021年時候 長榮海運它的一個Size 它是叫A1X 然後呢它是ACE 就是從在停靠台北港的時候 大概船長大概400公尺 船船寬61.5 然後這個船舶呢是有4個主流廠這麼大 它的載量噸是22.5萬噸 然後航數在22.6 然後它最主要航行是遠東道 歐洲航線 鮑娃青島 上海 寧波 台北 鹽田 還有路德丹 Blackstor 還有就是Hemberg等港口這樣子 那這個也是它的一個 就是它的information 就是了解說這船舶的規格 然後這是它的一個船型 很蠻大很漂亮 那NC呢其實也在造大船 它有訂了大概跟韓國的大雨 所以訂了大概是一艘22000T的船 當然現在已經改變了 都到24000T的位置 所以這個是剛才有看到 其實船舶的定位是越來越多這樣子 那當然因為船舶的大型化的關係 它停留港口的時間也在增加 那一般我們來看一下 一般貨櫃船它停靠的時間是比較短的 大概0.8 就是一天大概0到0.8天左右 那一般比如說 我們叫Dry-Dry-Buck Dry-Dry-Buck的話 就是我們講類似的 乾的雜貨船呢 大概1.17 然後乾 還有就是我們講的就是 散裝船呢大概2.11 RNG1.13 然後RPG1.03 還有E-Tite的一個 散裝呢大概0.98 這樣子 所以平均整個船舶來講 透透來講大概1.05的停留時間 那這條線是代表什麼呢 其實船舶是昨年一直在增加越來越大 然後呢當然這個就是 美國家的一個船舶市數也在減少 因為 過去呢 因為 目前來講有三大聯盟 那三大聯盟大概不到10家 所以它掌控大概80%的 那也因為透過了很多的公司 因為這段時間的關係因應不好 所以破產 那也包括M&A就是我們講的 merge and acquisition 合併採購的關係 所以很多公司都消失了 那這個是一個圖形 讓你看比較清楚 就是整個 藍色部分呢 其實目前來講 剛才所說的 從亞洲啊 經過中東到北美的量是蠻大的 當然也包括就是紅色部分 從亞洲到所謂的 北美地區 然後呢就是 還有就是 我們叫的越大西亞航線 是從 歐洲到美國等等 那除了這個區域 當然還有其他到 南美洲的 還有就是到歐洲等等 那這個傳統其實都想 再介紹 剛才也談到 就是長榮的ACE 是帶230992 當然現在 最近要突破1到2萬4了 當然未來是不到3萬2 我相信可以期待的 那 第四個是有關於 經濟傳播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優點 比如說它的優點就是 當然很重要 是因為 這種傳播都是屬於 資本大型化 所以 這密集度很高 所以花很多錢 那 比如說 一般來說這種燃油成本 大概佔 盈盈成本60% 所以一般 這種比較大的傳來講 它的單位成本來說的話 就是能夠分擔更多 就好像我們 經常所說的 就是Taxi跟Bus的比較 為什麼 Bus的 就是我們講公共的汽車 Public Bus 它的一個 車票錢比較便宜 因為它很多人分擔 可是如果是Taxi的話 只有你才負擔 所以比較貴這樣子 那當然這個是一個叫做 德里的一個顧問公司 在20年的做統計 就是說 假設每吨是 110塊錢美金的 來年價格來算的時候 1萬TU大概是 每TU負擔0.60 那4千TU的話大概 負擔是0.87 那當然也代表說 就是越大傳的負擔的 費用就越多 就越少 那因為這段關係 就是造成cost down 然後第二個 就是有關傳言來講 其實傳播 大一點的話 其實它的傳言都差不多 剛才看1萬9TU的28人 2萬4TU大概也是那個數字 然後呢 它也就是 它也就是 它不同領域來說 也可以享受 因為它夠大 所以它相對的 接受 比如說是 停靠傳播 maintain的情況 或檢查 相對會更便宜這樣子 好 那當然 來這一次 來看是有關 就是一般我們講 超大型傳播 有什麼優點 第一個它容量夠大 所以 它運載力夠多 可以達到經濟規模 第二個它運送的時間來講 就是因為它強調速度比較快 然後 裝得下來講 因為這種大型傳播 它需要更快的一個 所謂裝卸的一個作業效率 來說 短停靠的時間 所以它 喬斯基的作業效率會越來越高 在這方面來講 當然可以結算很多的運輸成本 好 包含剛才說的就是 國際小船可能要跑好幾趟 比如說1,000TU船 從 從 高雄 跑到LA 可能要 跑好多趟 對不對 要跑10趟 可是在1,000TU乘船10-1萬 可是現在如果 1萬TU船 就一次就搞定了 所以相對可以節省很多的運輸成本 當然 從一個環保的角度來看的話 它可以 可以減少很多的碳排放這樣子 那這個是 一張圖就是讓你看的 就是一般我們在看的是 船舶它整身的Total Cost 特別是在運輸鏈來看的時候 這個是 底下這個S軸呢 是我們講的 船的Size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它的Cost多少錢 船舶其實 業大的時候 它所分擔的 就是按照TU 所分擔的成本 越來越便宜 可是相對的就是 因為它這種大船 業大船它聽到碼頭 相對花的時間越長 它所要負的成本越高 還有它需要就是 比如說Topboard的話 會越來越大 那像Topboard的 脫船的價錢相對越來高 這樣子 所以整體來講 它們在中間這條線的時候 是比較便宜的 相對超出之後呢 就會越來越多 那第四點二來說 其實船舶 大型化也有它缺點 因為它船越大之後呢 就是會造成說 是不是很多的港口 能夠滿足它的需求 而且就是說 這麼大的船舶 是不是對船公司來講 它是不是能夠填飽它的肚子 也是很大的問題點 來看一下 比如說 像Emma Musk在2017年 他那時候 所提到的是 15000到16000左右吧 那當時就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很多港口其實 特別在航海條件 或紀錄設施 或是上層建築內陸等等 是不是能夠滿足它的需求 其實當時是很少的 所以這都是很大的問題 還有就是一般大船來說 它停留時間相對就是 比較久 那當然就會造成一些 規模經濟的影響 還有就是它這種大船 的話 它Size平均400公尺 假設是210,000推的話 那一般如果它需要回轉池 就很大 至少到 乘上1.5倍吧 至少600到800之間 所以它相對就是 要這麼大的公尺的一個 寬 船寬 它能做回轉的動作 所以 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點這樣子 然後 它就是 當然 對於船部來講 因為它為這麼大的船 如果單純有一個 船府理論來看的話 那 這個母船 假設1萬 2萬4千TU的話 從高雄跑到LA 那就要很多的Feeder 來所謂極貫船來餵飽它 不管從東南亞的 從東北亞的 從東北亞的 或是從到來的Feeder船 來餵飽這個 這個 母船 所以相對的 對 就會產生很多問題 包括就是 船中所產生的一些 轉運成本的問題 還包括就是 有沒有這麼多的腹地 可以Support這麼大的船 這樣停靠 嗯 根據ISO 在2007年的時候 其實我們來說的 大概50%的一個貨櫃 是離開北美 大概20%的是在歐洲 所以 當然還有一般的話就是 燃油成本的上升 其實對於船公司來講 越大的船 它負擔的越多 OK 那當然就是 船越大的風險越大 就是說 如果它不幸發生 所謂的碰撞 不幸發生 就是獲損的情況之下 或會掉到海裡 或是 的時候 它所造成的保險的 風險也是相對提高 那如果產生油汙更嚴重 所以一般來說 超大型船舶其實也有的 缺點 就像我們經常說的 一個貨幣有兩個 兩面 一個是代表好的 一個代表壞的 在貨幣方面 它能夠存在 那麼多的貨幣 去支援它 大大滿載 還有呢 它相對那種 大船停靠港口的時候 因為作業關係 所以它需要時間更長 當然它因為 運載雨量很多 如果發生 漏油事件 或碰撞事件的時候 那造成油汙情況 相對比小船更嚴重 因此第五格來說 我們看 超大型船舶 對貨幣碼頭 有什麼影響 當然最主要是磁水 因為這種大船 磁水越來越深 像你的 2萬4千T的話 你的磁水至少要負 負的17到18公尺 所以相對 對港工師來講 它就必須要 對所謂的碼頭 做俊身的動作 那當然還是 就是喬斯基的作業 你這種喬斯基 要因應這麼大的船 它相對 就是它的 它的 它的outreach要很長 可能像2萬4千T的話 它的outreach 就是全身的話 都要到 23到24排 然後相對高度會越來高 還有它脖位也是面積會越來大 因為一般如果說它的脖位 嗯 一般這種標準船是400公尺 再加上前後的一個 攬繩的系攬的話 假設設為25公尺 是要乘上2 所以基本上 它這個 停靠這種大船 它的脖位至少要450公尺左右 當然因為是大船的關係 所以它如果一旦發生油汙或碰撞的時候 就產生嚴重的油汙問題 非常嚴重 這是一個船型 當然就是 我們經常看的 船長是這樣子 然後這是船寬的部分 那夜大的船就是 基本上400公尺很長 然後船桿當時59到60 然後當然還包括它吃水的部分 這個是過去的叫傳統 這船就是我們講 會船數越來越大 它需要載的貨長是越來越多 那第六 我們談到超大型船 對於或碼頭來講 哪些的解決方案 第一個就是增加博位長度 不過傳統來說 以高雄港來講 都是350公尺為基準 那現在都要擴充到400公尺 到450公尺 那當然碼頭深度 很多碼頭水深都不足 那必須要健身 所以從 -16一直挖到 所謂-18 還有喬治基的作業效率 要越來越高 越來越快 是因為剛才所說的 因為這種24000TU的一個前升 大概要升到 23到24排 所以相對 你喬治基就買得越高越大 然後作業效率很快 還有它的設備很多 不只是喬治基 包括廠站的設備 也要做升級 甚至 第五個部分 現在很多在推全自動法頭 就包括我們現在所推的 會碼頭的所謂 高明算 不是全自動 算半自動 然後呢 Terminal 7 就是我們7級 算全自動 但是也不完全全自動 因為它都是還是人為的 聽說外海也是想推這種全自動 是不是能推行 就要看之後的表現 然後就是有關於腹地會有越大 就是一般來說這種腹地 我們經常說的 比如說1萬2的船停靠的時候 都要乘上3 所以基本上到腹地要存有大概3萬2左右 那為什麼乘上3呢 因為一般有進口貨 出口貨 還就是轉口貨 所以它乘上3 那當然還有就是這麼大的一個 船舶 不管裝卸的時候 其實都需要很多拖車來 做所謂的 內陸的運輸 所以對內陸的運輸如來講 如果它沒有專用的一個 這個 護衛托車的一個 道路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容易造成塞車的情況 當然很重要的是 它的通道會越來越寬 越來越深度這樣 一個例子就是 Evergiven 算是蠻有名的 就是它在2011年的時候發生 就是 因為風太大 造成它的航行的時候偏航 然後就是 阻隔了所謂的 造成蘇智運河整個阻塞這樣子 當然最後打到和解 好像要賠5億 突然一直慢慢再縮短吧 賠降到5.5億這樣子 這是一個它的例子 就是說 當時就是這艘船的一個情況 造成它的擱陷情況這樣子 就是造成很多的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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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再卡在那邊 卡在那邊之後 就 必須 去挖 去挖 噢 就挖它巡神讓它能動呢 好 那當然為什麼會卡在這個數據運河呢 有人說是強風 噢 也有人說是因為 噢 殺神爆的關係 至於真正的情況怎麼樣 這個塞日後會得到證明 OK 所以呢 其實 呃 其實在 全球來講 其實我們說 每天大概96億吧 大概15%的供應鏈 然後每小時14億 然後675萬的美金 所以這個卡住之後 就知道很多船舶運送發生很多問題這樣子 看就是 啊 包括最近紅海世界很多船舶必須要 繞到要經過紅海 那Evergivings 其實它 呃 也是一個產生很多故事 然後造成很多貨物塞港 那必須要從 啊 透過所謂的好旺角來走 看我底部來講就是 主要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超大型傳播有什麼優點跟缺點 剛才解釋過優點蠻多 因為傳播大型化之後 它可以分擔成本比較低 那缺點是 因為船越大相對就是 它對碼頭衝擊是很多的 包括就是 作業效力等等 還有吃水等等都影響 第二 有關超大型傳播 其實對碼頭影響是最嚴重的 因為它 呃 過去呢小船 它作業效力很快 它就很快走了 可是 相對這種大船的話 它停留使用越多 呃 就是能提高 包括腹地能否增加 都是它的影響問題 第三個就是 有關於超大型傳播 就是對碼頭接的方案 其實要攤的蠻多的 包括就是 呃 場站腹地的擴大 啊 也就是喬斯基的升級 是不是推動全自動化作業 是個趨勢 我們知道釜山港最近在推出 所謂的全自動化的一個作業 包括就是 新加坡的啊 啊 tours 也是在推測全自動化作業 師傅 來解決這個 啊 作為沙漠大型化的問題 必須要留學的 ok ok我的名字叫楊玉池 啊 是高雄科技大學的老師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歡迎寄信給我 HGYNG NKUSD.EDU.TW 謝謝 拜拜